你走上来修行这一条路 你就自信自度 把所有的心放下 这个叫做真度 你真实被度到了 真实被度了以后就变成真佛 那么没有这些心就叫做正见 有这些心就叫邪见 用你的智慧去打破余知迷惘的众生 用你自己的智慧去打破余知迷惘众生 一个众生是不能打破他的余知的 那就是畜生 你如果是畜生 他永远是余知的 因为余知才会变成畜生 所以我们有余知产生的时候要注意的 必须要用剥叶字 如来的智慧 去打破这个余知迷惘的众生 各个制度 每一个人都要度化自己 才是行者 这个度众生 其实要有正见 不是外道要有正见 不是外道邪见 外道邪见像外道 有很多外道 什么叫外道呢 他使的法不是正法 而是邪法 是偏移外面的 就称为外道 自新自度就是正道 你偏移外面的就是外道 好像有人讲 我给你这个 你好像是男女朋友 那么男的要离开你的 那么你的就去请一个 请一个法师 做给法 把这个男的再给他再抓回来 那么修这种法的 我们如果是属于正道的 如果你是正法 要帮有这个真心去帮助人 那还可以 如果不是是为了钱 而修这个法 那就属于外 属于外 正跟外 内跟外 是有差别 像这个 这个在飞机上 在飞机上 有两个小孩子很吵 一直在争吵 然后在飞机的走道 跑来跑进 跑来跑进 那 这个影响到这个空湖岩 这个服务 这个他的妈妈就讲 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吵 要吵到外面去吵 要吵到外面去吵 就完蛋了 在飞机外面 飞机哪有外 飞机啊 就是你坐在飞机里面 都会到达到一个地方 你不在飞机里面 你就不能到达那个地方 所谓正 正道跟外道的差别 就是这样子 你正道 就是在飞机里面 你外道 你就是坐在飞机外面 坐在飞机外面 你能够到达到哪里 就到达不到 不能够到达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解释 这个要有证件 以剥叶之 打破 余之 迷惘众生 各个制度 斜的来 用正的度 迷的来 用悟的度 这世间很多人是迷 他说 我们的 比如啦 有人讲 我们不要修行 我们只要我们家庭和乐 我们不要修行 这个叫做迷 它是迷什么 迷家庭和乐 有人讲 现在这世界 我什么都不信 我信钱 我只相信金钱 什么我都不信 这个叫做迷以钱 迷以金钱 有的人迷以高位 我一定要当大官 执作于当大官 这也是迷 太执着了 都是迷 所以我是讲说 我们中国中弟子 随顺 你有言当大官 你就当大官 你有言当富豪 你就当富豪 你有言 你有什么言 你随顺 得到的 顺手 可以得到的 你就随顺 不要紧 但是你不要去勉强 因为勉强 就会变成执着 执着就变成迷 迷来的时候 要用悟度 什么叫做悟 你知道 世界上的一切东西 都是无所得 没有人能够真正得到的 你能够得到身体健康吗 永远健康吗 得不到 你能够拥有的钱 一直 终生都有钱 而且世世代代都有钱吗 也不能 你能够得到的 人能够得到的 人能够得到的 你能够得到的